说说潘岳明 一个不是来得太早 就是来得太迟的演员 潘岳明老师 刚出道的时候是小鲜肉 但那时候流行老戏骨 等潘老师熬到老戏骨的年龄了 又流行小鲜肉了 甚至是不会演戏的这些小鲜肉 潘老师 用相声术语来讲 你这就叫倒霉孩子 别看潘老师是一个油腻中年 其实特别喜欢摇滚 经常跟人炫耀 我血液里都是摇滚的节奏 潘老师 别得意了 赶紧去医院查一下 我觉得那个节奏很有可能是心虑不齐 潘岳明老师 您一定要保重啊 因为我特别喜欢您的表演 您声音能圈缝 身材能掉缝 下巴能洗缝 当然咱们潘老师最终还是凭借白夜追星 证明了自己的演技终于红了 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而且白夜追星马上就要在海外播出了 我非常自豪 这是一种文化输出 就是输出功率有点像 其实 说到底 潘岳明只是一个合格的演员 但是当周围的人都不合格的时候 合格就成为一个难得的品质 我很高兴这个倒霉孩子 终于迎来了他的春天 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合格 我们这个倒霉行业 也必将迎来自己的春天 谢谢大家 我认为你 好